嗨,大家好,我是小孟,欢迎和我一起读书 小孟读书是一个新频道 我会在每期视频中用1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本书 做这个频道的初衷 也是希望可以把我平时所看到的一些好书及时的分享给大家 如果我的视频可以带给您一些知识和感悟 那我就会觉得非常有意义 好了,今天想要分享的第一本书 应该是这10年中对我影响最深的一本 因为它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 同时它也影响了全世界数千万人的金钱观 它被誉为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畅销理财书 富爸爸,穷爸爸 那看完这本书 你会明白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 那我会在这个视频中向大家介绍 想要拥有富人思维所必备的四个财商智慧 那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第四代日裔罗伯特·清奇 这如书名所说,清奇他有两个爸爸 富爸爸其实是他好朋友迈克的爸爸 在他9岁的时候呢 富爸爸开始教他和迈克学习有关金钱的知识 向他们推开了一扇叫做财商的大门 其实富爸爸的学历并不高 初中都没有毕业 最后却成为了下位一周最有钱的人之一 那还在去世以后啊 给他的家人、教会和慈善机构 留下了数千万美金的遗产 穷爸爸呢,其实是清奇的亲生父亲 用他自己的话说啊,那是一个聪明决定的人 有博士学位 他曾经还是下位一周教育厅的厅长 可是在他54岁的时候呢 因为想要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失去了工作 那在穷爸爸失业以后 他也进行了一些投资 可最终都与失败而高中 所以穷爸爸穷尽一生都没有能实现财务自由 还在去世以后呢 给他的孩子留下了一些债务 那清奇就亲眼目睹了两个爸爸不同的人生遭遇 于是他开始思考 究竟是什么让他们有了如此大的贫富差距呢 最终他找到了答案 那就是是否拥有富人思维 究竟什么是富人思维呢 作者就在书中非常生弄形象的 用这两个爸爸经常说的一些话来给我们作答 比如说在遇到金钱问题时 穷爸爸总是说 我可富不起 而富爸爸却总是说 我如何才负担得起 你看一个陈述句让你想要放弃 而一个疑问句呢 则会促使我们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那我觉得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这句话对我的启发很大 因为我们常说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那也许生活中我们一些随口而出的话 就会建立起孩子的金钱观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块去看一看这本书的精华 人人都该拥有的四个富人思维 富人思维的第一条是富人不为钱工作 富爸爸告诉亲戚和迈克穷人和中产阶级会为了钱而工作 而富人呢让钱为自己工作 那为了让两个九岁的小孩能明白这个道理 富爸爸便雇佣他们去他的便利店打工 一开始呢只给了很少的钱 每周要工作三个小时 却只购买三本联欢话 亲戚就很生气 于是他跑回家向他老爸告状 结果他爸爸听到以后啊 比他还要气愤 就给孩子说你富爸爸这样做严重违反了同工法 应该接受调查 可当亲戚把这番话告诉富爸爸以后 富爸爸却说 如果你为了钱而工作 那你就待学校里吧 可如果你想继续跟我一块学习如何赚钱 那么现在立刻回去工作 而且这次一分钱都没有 那你猜亲戚会怎么选择呢 没错 他选择了免费劳动 因为没有一点收入啊 这两个小孩不得不发挥想象力去寻找赚钱的机会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俩还真发现了一个商机 他们发现了店里的店员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把卖不出去的连欢话 退还给书商 于是他们就找到了这位书商 恳求书商说 哎哟叔叔我们真的很喜欢这些书啊 您看他对您也没有什么用了 能不能把它送给我们呢 那这个书商就被这两个爱看书的小孩打动了 于是跟他们约发两张 第一呢就是他们还要在这家店打工 第二这些书不可以进行二次销售 这两个孩子当然是欢心雀跃的答应了 没过多久啊 他们就收集到了几百本连欢话 可是书有了 怎样让这些书来为自己赚钱呢 这时候他们两个就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他们把这些书呢 放到了麦克家的一个空房间里 并把这个房间布置成了一个小型图书馆的样子 而且他们还雇佣麦克的妹妹来做图书馆领员 就这样他们的小型图书馆开张了 因为阅读费收的很潜意 所以每天放学以后呢 都有很多小孩来这里看书 没过多久啊 他们就发现他们经营图书馆赚的钱 比之前在富爸爸那里打工赚的钱还要高出很多 当然他们每个月也会拿出一部分钱 来给麦克的妹妹支付工资 你看两个九岁的小孩没有投入一分钱 利用免费的资源不仅赚到了钱 还学会了用别人的时间来为自己赚钱 富人思维的第二条是学会读懂关于金钱的语言 首先我们来了解两个词语资产和负债 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哈 你觉得房子是资产还是负债呢 很多人可能会说房子当然是资产 因为它可以升值嘛 看看十年前没买房的人肠子都毁清了吧 没错假如时间可以倒回到2019年以前 那我想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这么认为 可是2020年当一场疫情打破了我们的岁月静好 停工失业接踵而来 银行账单呢却一如往常 你还会单纯的认为房子是资产吗 那书中作者就详细的向我们介绍了 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 我来简单概括一下 资产就是可以为你赚钱的东西 而负债是你要为它花钱的东西 我们来举个例子 假如呢你有一套房 每个月的房贷物业地税等等支出 一共是2000刀 那这套房子如果用来自住 那它就是负债 因为你每个月都要从口袋中拿出2000刀来养它 可如果你把房子租了出去 每个月的租金是3000刀 这时呢房子就变成了资产 因为它每个月都可以再为你赚回1000刀 其实所有东西都即可以是资产 也可以是负债 比如说股票债券 还有创办的企业等等 那说中说富人很明白这些概念 于是呢他们会不断买入可以赚钱的资产 那让资产赚到了一部分钱去消费 剩余的钱继续投资 随着资产向的不断增加 他们的被动收入就会越来越多 最终实现了财务自由 中产阶级呢通常会去购买自以为是资产的负债 比如说自住的房子 或者随着孩子的出生用小房子换大房子 换车买奢侈品等等 那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升级呢 你就会发现根本停不下来 因为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大堆的账单要支付 所以就必须要用更辛苦的工作来支付所有的生活开支 而穷人呢就只有支出 当然自我人也在说中强调并不是不让大家去消费 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要攒钱投资 什么都不敢买 那样会严重的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 可如果你想早日实现自己的财务自由 那就要学会区分资产和负债 学会运用财务知识来进行合理投资 这样才能尽早进入财务自由的快车道 富人思维的第三条是 你真的认为税收是劫富济贫吗 记得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我简直震惊了 心想这是个什么鬼地方 干什么都要交税 买衣服要交税 买房子要交税 好不容易发了工资还要被扣税 真不愧是万水之国 但是当时我一个朋友给我说 其实越有钱的人交的税越多 那这些税会反过来救济穷人 增加社会福利 因为社会建设等等 当时想到这儿又觉得 哇这不是水浒传里的劫富济贫吗 太棒了 这个税应该交 可是看完富爸爸以后 我才明白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天真啊 原来劫富济贫根本是不存在的 因为富人呢 他们会运用财务知识和法律知识 来进行合理避税 他们怎么做呢 比如他们会去创办企业 那用企业赚到的钱先去消费 购买资产 比如用公司的名义来买房买车 那最后他们只需要为剩余的 一点点钱纳税 那么问题来了 究竟是谁在为税收买单呢 答案就是我们这些苦哈哈的中产阶级 那我们辛苦的工作 纳税 用税后的收入来支付所有的生活开支 所以呢 富爸爸在书中建议 每一个人都应该专注自己的事业 富人思维的第四条是先支付自己 先支付自己应该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对我触动最大的一个概念 因为它完全颠覆了我以往的消费观 比如在以前 当我收到工资以后 我肯定会先去还信用卡 然后再去买自己想要的和需要的东西 那如果钱不够也没关系 因为还有信用卡对吧 那如果说这个月侥幸还有剩余 那就留起来 等着以后慢慢花 所以这样做的后果呢 就是会导致工作了几年 工资一直在增加 可是银行账会的钱却是几乎不动的 那我也是在看完这本书之后 才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您有这样的困惑 记得拿出小本子 写下五个字 先支付自己 第一次看呢 可能不太懂 没有关系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非常好记的 一二三三步走法则 第一步呢是收入 第二是储蓄 第三是支出 做法呢也很简单 就是当我们每个月拿到工资以后呢 先拿出固定的钱 把它存在我们的储蓄账户里 然后再用剩余的钱去支付所有的生活开支 比如还信用卡 去买生活必需品 还有其他你想要的东西 记住千万不要去动第二步储蓄账会的钱 而且一定要记得每个月都要定投哦 直到你找到一个好的方法 可以让这些钱24小时不间断的为你打工 那这个做法简直是太棒了 因为我自从这样做以后啊 才看到我银行账会的钱开始刷刷刷的往上涨 所以推荐给大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第一次看傅爸爸这本书的时候 我记得我脑子里就蹦出了四个字 相见恨晚 因为父母和老师很少去告诉我们这些 那我多希望自己在20岁的时候就可以拥有它 它对我来说呢 就像是一本财商教育的启蒙书 引导着我去思考 让我不断审视自己的财务状况和职业规划 那我也把这本书分享给了很多20来岁的年轻人 希望他们可以尽早接触财商知识 那今天把这本书分享给大家 祝愿我们都可以早日实现幸福自由的人生 好了 喜欢小木的视频记得点赞订阅 也请把它分享给您关心的人 那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读书感受和理财心得 如果你有什么想读或者喜欢的书也请留言给我 那我会在以后视频中慢慢读给大家听 好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